中共财政刚开始就发起了所谓的三反五反运动 其中三反就是在1951年的时候 五反是1952年 三反运动的时候 打的其实就是反财务 反鼠怪 反浪费 你看现在 中共从刚刚开始建政 就开始在反这些东西了 但是到现在还在反 而且我们之前台的台道也有节目讲到 专门中共的那个反财 这个节目中提到过 它是整个中共是70多年的反财时 唯一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唯一的成果就是财务越来越严重 一直以来就是恶化 所以整个就是荒唐的可笑 然后三反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了打老虎 打苍蝇这种说辞 所以你看现在还在用这种口号 中共都没有任何创新 老虎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老虎越打越多 越打越打 苍蝇越拍越多 那就是中共 整整70多年 自我打脸的一个过程 我们都不知道以后真实的历史 要怎么去落笔 中共这个口号海的事情 每一样都是反击道行资 五反就是所谓的反行贿 反投税落税 如果说三反的话 主要还是集中在党内的肃清和权斗的话 到了五反就已经扩大到了党外的 中共的导致很多活动 它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它先从党内开始 然后延伸到党外 就是把手伸向老百姓的利益 也就是中共所谓的什么 工商业者 就跟现在的大中小企业组织 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五反的本质就是对中共 对私人企业工商阶层的 这个进行掠夺 掠夺强大的行为 这一运动对上海 天津 重庆等地的经济状况 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 造成了很多的冤家所爱 有许多的资本家 所谓的资本家 而伤人被迫害自杀 也有很多的人士 直接被处决 折磨自死